蓝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以开 这期视频我想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夏季正高温的时候 我们怎么管理自己家里的兰花 首先第一点就是通风 这个是重中之重 好像每期视频我都有跟蓝友们讲这个通风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吝啬这个风 一定要给这个兰花足够好的这个通风 不只是风扇吹 要是保证这个窗户都是打开的 空气是流通的 如果蓝友们还有在这个室外养 在阳台露台 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能够降温 如果这个室外的温度持续在35度以上 整个白天都会在35度以上的话 那么适当的就要考虑把这个兰花 搬回到室内来 不要再室外了 这个温度太高的话 就是兰花这个炙烤它也会受不了的 如果你始终是35度的话 这个兰花是很容易交尖黄叶的 这个蓝友们一定要切记 而且温度太高的时候 就是兰花这些夜半病 你都是很难避免的 然后我们如果在室外的话 这个时候防虫也是重点 就像粘虫板这一类的 尽量都给它挂上 因为室外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如果跟杀虫要的话 作用不太大 因为这个小飞虫 它也不知道从哪里飞来 你这一批杀完 那一批又来了 所以这个防虫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这个有一些虫 它会啃食这个兰花的叶片 然后就造成这个兰花有一些伤 当时你可能看不出来 然后随后以后 你会发现兰花某个地方 有一些斑斑点点的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虫害造成的 它未必还是夜斑 再下来就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试肥 最近好多蓝友在问我 这个温度这么高 可不可以试肥 如果您用的是这种好康多 长效的缓食肥的话 这个是可以的 不用停 因为好康多 它这个肥效是三个月 那么我们可能是一个月之前 两个月之前用上 这个时候它肥效还存在 但是好康多 它是一个缓食肥 它是会随着每次浇水释放肥力的 这个对兰花生长不会有影响的 它这个肥效还是挺安全 挺稳定的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给叶片肥的话 就是叶面给肥 就要把这个比例调的淡一些 然后时间拉的长一些 比如说原来我们10天用一次 我现在就可以给它调整到半个月用一次 原来如果我们这个叶面肥比例是1比1000的话 现在就给它调到1比1500或者1比2000 把这个肥降下来一点 或者整个夏季 如果你那个温度始终35度左右的话 不试肥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刚刚饮肿回来 就是一个月之前 因为春天正是饮肿的好时候 你如果一个月之前刚饮回来的兰花 这个时候尽量就给它少肥 这个夏季让它尽量素养一点 如果您像我后面蓝棚那样 就是露天这个拉一个遮阳网的话 那你就尽量是晚上来浇水 这个你通风比较好 如果我们是这个室内 浇完水之后 务必要把这个风扇打开 给这个兰花吹大概个三四个小时吧 保试这个兰花的叶片和盆面是一个比较干爽的状态 这里再跟兰友们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在这个室外养 这个下雨怎么办 其实这个夏天养兰花 淋雨水是挺大的一个忌讳 就好多兰友不太接受这一点 认为山上的兰花都是自然的淋雨水 这个我们居家就不要跟山上比了 因为一个是我们居家 你这是一个盆内的小环境 而且我们居家也没有山上的这个通风环境好 一旦这个兰花叶片 这个叶芯呢 尤其这种开口芽 来我们看得清楚吗 尤其这种开口芽 它这个雨水浸到这个开口芽之后 就是很难吹干 我们最好是什么 就是拿一张纸巾 碾成一个条 上这里面给它摘一下 然后或者是把风扇打开 尤其是这个白天有太阳的时候 夏天就比较容易下这种雷震雨 那这个时候你刚淋过雨 然后太阳一出来 如果能够照到这个兰花 这种直射光 或者比较闷热 比较潮湿的时候 这个自然通风的话 也不能让这个叶片 快速的把这个水分散发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人为的再跟一次水 就是这个清水 我们再给这个兰花叶片也冲一下 然后把这个植料也冲一下 尽量把这个雨水冲掉 如果不用这个的话 就可以给一点杀菌药 不然的话 因为这个天气造成辅苗的话 还是挺可惜的 这个尽量避免我们人为的疏忽 给这个兰花造成辅苗 以上就是我跟蓝友们分享 我们夏季 居家的环境 怎么来养护这个兰花 这期的视频 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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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